看到這狀況也真是蠻扯的 新北市有女子指控說 日前搭公車排隊要下車 所以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 從後方踹了一腳 就導致這名女子因此跌下車 摔在地上 雙方也當場爆發 激烈爭執 警方貨爆鬥場之後 這男子才願意向女子來道歉 只不過女子反家之後 他越想越氣 實在吞不下這一口氣 決定要對男子提告傷害 上班時段公車裡頭挤滿了人 大家依序排隊 準備下車 但有一名男子突然用力碰撞 撞前方女子 嚇得對方轉身 想要理論 還沒開口 又被攻擊 排隊下車莫名其妙被人攻擊 女子氣得大聲對職 並且請求司機打電話報警 你一言我一語 吵得不可開交 警方貨爆到場 試圖排解糾紛 只是兩人面對詢問都指控對方 有錯在先 面對警察頻頻勸說 懶怡男子才向對方道歉致意 只是被踹的女子反家之後 越想越不對勁 實在吞不下這口氣 痛批對方實在太惡劣 故意攻擊造成他全身多觸 紅種差錯傷 因為是上班的時間 那大家都會比較慌忙一點 沒有錯 那我也有事情要處理 我為什麼不可以拿著手機 然後站在最前面 萬萬沒想到搭車上班 卻因為滑手機被陌生人盯上 還被攻擊 被害女子提告傷害罪 要替自己討回公道 記者文章君 陳瑞 詳細報導